敦亲王倒台后 相应的年庚瑶也遭受了打击 华妃得到这一消息 自然不开心 又一把眼快飞到天上去了 本以为真欢倒了 不想却整了这么件事 现在不知道又要跟皇后捣鼓什么了 皇上不愿意选秀 当然了皇后也是不愿意选秀的 若新来一批人 更是加大了皇后的工作量 只在功臣之家选艺人 方便皇后掌控 此入宫 一是嘉奖 二是制衡 将来年庚瑶倒台后 与其结党的一众大臣都会被罢免 皇上需要重新提拔一批可用之人 这一批的人选 咱是那些在反年计划中立下功劳的大臣 伴随朝中势力的更替 与前朝息息相关的后宫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皇上把功臣家的女子纳入后宫 便能让前朝大臣更好地为自己效力 皇后开始捧插甄嬛了 眼下甄嬛被皇上重视 但太过得意就容易失了分寸 皇后想借甄嬛立下的功劳 反噬甄嬛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观众三连 主打发财 安宁们哟